几百名囚犯的求生之路 为了寻求活命的机会 任何人都会不择手段 本期历哥带来电影《新地群岛》 伊凡因犯杀人罪被判武器徒刑 但他并没有被关进监狱 而是被发配到一处人烟稀少的隔离区 其实就是一座无人岛 原来于各州开始废除死刑 导致罪犯的人数逐渐增多 为了妥善地控制好犯人的数量 政府启动了一项名为兵魔岛的计划 只见一群士兵手拿武器 将犯人押解到无人居住的兵魔岛 并给予他们足够的物资 以及解开手铐的钥匙 随后领头的长官表示 他们在海上面安置了一个符筒 如果有需求的话 只要乘船到符筒附近 发出信号就可以了 实际上就是把犯人抛弃在小岛上 自生自灭 顺便做一点小研究 解释完所有的规则后 士兵们便陆续地离开 紧接着罪犯们开始争抢手铐的钥匙和物资 大家打得不可开交 没过多久 岛上遍地都是尸体 亦凡认为跟大部队生活在一起 安全得不到保障 于是他拿走所需的物资后 偷偷躲到岛上的偏僻处 一个人的时候难免会感到忧伤 这时亦凡掏出妻女的照片 独自痛哭起来 休息一阵后 亦凡发现身边的大部分物资 被老鼠啃冷个精光 又冷又饿的他 只能通过考制一些动物的尸体卫生 不久后 囚犯尼克拉找到亦凡 声称大部分人的物资 同样遭到老鼠的毒手 并表明想跟亦凡一起生活的意愿 亦凡听完后没有拒绝 隔天趁着亦凡睡觉的时候 寂寞的尼克拉拿走对方妻女的照片 做起毫无感情的运动 结果被亦凡察觉后 遭到一顿暴走 为了填饱肚子 两人四处寻找食物 谁知无打无撞 净寻或一架冻在冰层上的飞机 不过光凭借两人的能力 根本无法将他开走 备受寒冷和饥饿折磨的 亦凡和尼克拉迫于无奈 只能去往大部队的营地 偷取所需的物资 不料却被一群囚犯当场抓获 此时的营地遭到个别人的管控 大部分囚犯会求活命 经常被当玩物耍弄 死掉的囚犯会被当成食物 大家依靠吃着人肉过日子 被抓获的伊凡不甘愿受到别人的打压和管制 并与其他的犯人联合在一起 密谋做出反抗的举动 伊凡先是带着一群囚犯 借着出海到福桶附近 向政府讨要食物为由 逃出被管控的区域 然后等坐船归来时 伊凡谎称不久后会有食物不及送到 引起罪犯们的内斗 导致关押囚犯们的头目遭到杀害 而伊凡则顺理成章坐上老大的位置 作为领导者 伊凡向大家表示 咱们不吃人肉 不拿人命开玩笑 就一起坐下来好好想办法 如何逃出这座岛 紧接着伊凡带着犯人们 将冰层上的飞机零件 吸收地带回营地 一段时间后 政府来到岛上查看情况 同时带来一波新的犯人 虽然伊凡成功向政府淘到汽油 可惜犯人却一点都不友善 双方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在打斗的过程中 一堆炸药毫无预兆地引爆 原来这都是政府设下的陷阱 目的是为清除掉岛上所有的囚犯 这场爆炸当中 有四名幸存者 其中包括具有主角光环的伊凡 最后一人选择跳牙自杀 伊凡和其他两名囚犯 则利用修理好的飞机 准备逃离兵魔岛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飞机的踪影被军舰所察觉 伊凡等人受到攻击 两名同伴身亡 在伊凡枪临弹雨之下 只有一凡活了下来 刚到冰魔岛的时候 囚犯总共有206名 如今只剩下一凡一个人活着 200多条人命 丧生在这片荒凉的地方 华美的皮囊掩盖不住骨子里的丑陋 身为看客 静静望着恶人坠入深渊 遭到世人的审判和鄙夷 不明知的善良 只会被冠以可怜的恶魔之称 如果罪恶变成常态 所谓的善良 便是一种罪过和怪癖 世间会被可悲的世俗所淹没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立歌 远则登